再次歡迎各位媒體朋友以及貴賓參與2018年唐獎第三屆 漢學獎得獎人的公佈記者會 首先為各位介紹台上的貴賓 讓我們歡迎中研院黃靖新副院長 中研院院士以及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院士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國棟研究員 陳國棟研究員抱歉 以及唐獎教育基金會陳振川執行長 記者會議開始 讓我們首先邀請唐獎教育基金會陳振川執行長為我們致辭 三位尊敬的前輩還有李士協李教授 各位先生大家好 本人僅代表唐獎教育基金會還有創辦人姨眼良博士 歡迎各位歷臨參加2018唐獎漢學獎的公佈記者會 在國際化的社會漢學研究的意義非常的重大 可加強我們對世界的了解 唐獎教育基金會為了促進東西文化的交流 特別是我面對21世紀整個這個世界發展的情況 很榮幸地在漢學這個領域設置了一個世界上具有相當深意的獎項 來獎勵具有創新及貢獻的人士或者是組織 並且激勵四人共同來努力 基金會也藉此感謝諸位辛苦公正 而且專業的這個國際評審委員會 也恭喜即將宣布的唐獎漢學獎得獎人 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陳振川執行長 現在就讓我們邀請中研院黃靖新副院長 來為我們公佈唐獎第三屆漢學獎的得主 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朋友早安 我們足足等了兩年 這個興奮的時刻 現在我很榮幸在此宣布唐獎第三屆漢學獎 由美國哈佛大學的宇文索安 及日本東洋文庫的詩博弈信 兩位教授共同獲得 宇文索安教授學職深厚 中國古典詩文的理解 前面而精湛 唐獎之研究與翻譯 由足稱道 詩博弈信教授 對中國社會經濟史 見解標柄 美能野中國日本與西方之長一一如 謝謝大家 謝謝黃副院長 接下來讓我們邀請中研院王德威院士 來為我們介紹得獎人 以及說明貢獻概要 謝謝 陳執行長黃副院長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非常的榮幸 那麼在這裡介紹 2018年唐獎漢學獎部分的兩位得主 那麼一位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宇文索安教授 另外一位是日本東洋文庫的斯波異信教授 那麼兩位教授都是國際漢學界的領軍人物 那麼在過去多年在他們自己的領域裡有最傑出的貢獻 但是更有意義的是他們的學術成績 以及他們在漢學方面的發展以及發現 不只在專業領域裡有這樣突出的成就 同時也代表了跨學科 跨時代 以及跨地域的廣義的中國研究最高的水平 宇文索安教授呢 是哈佛大學James Bryant Conant 講座大學講座教授 那麼在過去多年呢 在中國的唐詩研究有最傑出的貢獻 但除了唐詩研究之外呢 宇文索安的研究範圍呢 遍及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各個不同的時期以及文類 所以他的成就呢 應該是在西方漢學界首屈一指的最傑出的 而且最有影響力的一位學者 那麼除了他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 傑出貢獻之外呢 宇文索安教授同時也在其他的領域 像是中國古典文學史的編傳 翻譯 以及中國傳統的文學思想和詩學上 也有傑出的貢獻 那麼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範圍 讓他能夠跨出漢學的領域 以世界文學的學者相互接軌 所以宇文索安教授呢 同時也是歐美比較文學界重量級的人物 那麼他將中國文學最精彩的面向呢 呈現給世界文學其他不同領域的學者 斯波異性教授呢 目前是日本東洋文庫的主編 那麼在此之前呢 他也在日本的主要大學 包括了東京大學任教 那麼在他漫長的學術生涯裡呢 他的研究成果改變了 不只是日本的漢學 也是歐美的漢學 甚至中國本地的中國研究 對於中國以來的經濟史 社會史以及區域史的研究的方向 那麼他的研究成果呢 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過去 我們對於宋代以來的各個不同的方面 尤其是經濟社會區域方面的 那麼固定的成見以及研究的面向 那麼在他突破性的發現裡面 他完美地結合了日本漢學 西方漢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學 以及歷史社會學的研究 所以他的成就呢代表了跨領域 跨學科 跨時代的一個精彩的表現 那麼不僅如此呢 斯波異性教授呢 在過去對於東亞地區的華僑的社會史 移動史以及移民史呢 也有精彩的發現 所以他在不同的面向上呢 都顯示了他的博學與多才 宇文索安教授以及斯波異性教授 一位是美國以及歐西漢學的領軍人物 那麼一位是日本東洋漢學的領軍人物 那麼這一次呢 他們得到了唐獎委員會一致的推薦 熱情的推薦 以及我們最崇高的敬意 在此呢 我個人也向他們兩個人 在過去這些年的學術貢獻表現 表示最誠直的敬意以及謝意 謝謝他們對於中國漢學的巨大的貢獻 謝謝 謝謝王德威院士 接下來就開放媒體提問的時間 提問之前請媒體朋友 先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們採英文英答中文中答的方式 把時間交給陳振川執行長 好 我們現在是Q&A的時間 但是我們今天進度比較快 有多一點時間 我想先請我們兩位 特別是我們陳研究員陳教授 來先對這兩位得獎人 提供一些你的看法 給大家參考 對宇文教授沒有太多認識 因為我本人學的是那個歷史 做的是社會經濟史 我比較熟悉的 或者說我本人其實跟施波易信先生 有多年的交往 剛才那個王院士其實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施波先生在這個中國社會經濟史 特別是宋代商業史 中國城市史 社會生活史方面 他除了本人的這個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之外 他在連結就是說跟歐美的當代學術研究 對中國的這個歷史社會的研究上面 他也獲得非常大的成功 他有一點非常特別就是說 他本身是完全在日本受教育的 但是他一輩子中間在國外長期待的時間也不是很多 大概有一次一年 一次半年 剩下都是比較短期的 因為他成名比較早 所以經常受邀到國外去做訪問等等 不過他在日本念書的期間 他本身在西洋經濟史方面也下過相當大的功夫 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說明 為什麼呢 他可以跟西方的漢學研究 因為西方的漢學研究 當然他背後有西方的學術研究的基礎 那施波先生能夠跟這方面做到相當好的結合呢 這跟他本身在學生時代 就從大學到博士班的這個學生時代 所受的訓練有很大的關係 那對於他這個年紀的日本學者來講 一般人的印象是他們的英文好像都不是很好 特別是在講的方面 施波先生在講的方面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1996年的夏天我們在英國建教大學一起開了一個會 他也發表他的文章 2002年的樣子 沒有 更早 1994年 我們在香港大宇山也開過另外一個環境史的會議 那個會議也是全程用英文的 他也完全沒有問題 那自己寫的部分那就不用說了 所以在這個學術的養成上面 他本身自己絕對是下過非常大的一個功夫 那他在這方面來講 剛才那個王院士已經說過 不管是在這個城市史 那個社會都市的社會生活史等等 各個方面有很大的貢獻 他因為編輯過韓館地方 就北海道的韓館地方的華人的歷史資料 所以他對於華人有一些認識 事實上海外華人跟都市史的關係的共同性在哪邊呢 他們都是跟商業活動有很大連結的 而他最早的 也就是他的博士論文改編成書的 就送到商業史就是討論商業方面的 那他的好朋友伊茂可先生 馬克爾本先生 在他的書出版兩年之後 就幫他翻譯成英文發表 這也是他另外一個跟西方學術界 有很早的互動的一個開始 因為畢竟就是說你用本國語文發表的著作 跟歐美社會的聯繫會比較少 所以這整個對於他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那他其實來過台灣非常多次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1978年之前 如果你要對一個中國社會做比較多的實地的了解 或者我們說田野的研究 那只能到台灣來 所以在他的那個陳世史的書 在他的華僑史的書裡面 他都會有專章或者至少一節會講到台灣的情形 所以台灣歷史研究人對於台灣的那個貿易商 所謂的航交的研究都非常注意 在四波的書裡面也沒有少掉 所以大致上來講這個是他的學術貢獻 那過去將近二十年的時間 他長期是日本東洋文庫的那個負責人 或者是行政主管等等 東洋文庫它是一個圖書館 好像去年是他一百年的這個 就是他採購得他的原始收藏一百年的一個紀念時間 那東洋文庫它雖然是一個圖書館 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研究機構 它本身有它的研究人員 它也接收國外來的研究人員 那它是由那個叫做 三陵諸事會社的第三代的老闆所創設的 他最早取得的那一套書叫做《莫里巡文庫》 莫里巡是一個澳洲人 他在中國大概住了二十多年 早期跟各位的工作非常類似 他是媒體記者 也當過《泰富士報》的特派員 然後他在離開媒體工作以後是中華民國 剛創立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的顧問 國家顧問 那他本身非常大的一個興趣就是說 這個收集在那個跟中國有關的西方文字的著作 收集的非常多 非常完整 特別是很多單冊的宣傳性的小冊子等等 非常的多 這個以這個小冊子來講大概有七千多冊 然後其他的有關的中國研究的各種書籍非常的多 在他決定退休的時候 他想把這些書賣掉 但是整個中國社會沒有人願意接手 所以最後呢 美國跟日本方面有其他競爭的 不過最後有那個延期九迷 他還叫什麼等等 就第三代的那個三菱的那個老闆呢 他把他取得 然後他們決定建一個博物館 建一個圖書館向社會來公開 那現在來講是全世界五大亞洲研究的圖書館之一 也是亞洲最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 就是這個東洋文庫 那施波先生因為他的知識領域 能夠涵蓋大部分亞洲的這些研究 所以他能夠長時間在東洋文庫裡面服務 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東洋文庫的收藏 有一部分呢你們不用到那個東洋文庫去 因為東洋文庫全部的這些小冊子七千多冊 通通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我們的富士年圖書館裡面有微卷的收藏 如果等一下你們各位有需要 我會給各位一兩個簡單的那個書目的 就是在我們開放的時間給各位介紹 那這一部分來講 因為它本身不只是一個圖書館 也是一個研究機構 那所以他們也會把這些研究心得在發表 最近他們出版的兩本書 也是施波易信先生編輯的 是他們研究人員關於中國近代禁止鴉片的問題 關於那個朝鮮獨立的問題 等於說關於19世紀末 20世紀初東亞的歷史有關的一些研究的成果 那這個是在施波先生的帶領之下完成的 謝謝 我非常謝謝陳優倩的介紹 我們黃副院長是不是也給我們一些補充 陳教授介紹非常好 我是做一點補充 我覺得施波易信教授 他的最大的長處 就是能結合日本的漢學傳統 跟對西方的社會科學 西方的史學 加上他對中文資料非常選手的應用 那他集這三個大的優點 達到的一個史學上最高的一個境界 那他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 我從一些日本的朋友了解 他對提拔後進不以疑慮 是一個謙謙君子 那他得過在日本我們可以想像 很多重要的勳章 那在2017年他得到日本最高的文化勳章 這是日本被認為最老不齊的一個榮譽 那他跟我們台灣的關係也很密切 剛才陳教授提到他的中國城市史 他的了不起的地方 我用另外一個比喻 就是說在去年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黑田義雄 他的著作當時公佈的時候只有七部而已 大家想說 一個得諾貝爾文學獎 至少要寫個幾十部作品吧 但是黑田他只有七部 這個跟誰很像呢 跟斯波異性很像 他不是一個非常多產的學者 但是他每一部作品出來 就開發了重要議題 有高度的原創性 那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印 引領整個學術研究的走向 這是他能夠脫穎而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那我想他是得獎 事實上是實至名歸 他還是當今日本史學的一個態度 關於這個語文所安先生 因為我本身是學歷史 很難多加讚美支持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他的在哈佛任職的一個位置 是Cornet Professor 哈佛的最高的講座教授 一般叫做University Professor 就是一般叫做全大學教授這樣 那他這個位置有什麼特殊性呢 這個位置大家要對語文所安稍微深述一下 但是我提到前任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教授 我想很多人都耳熟能詳 就是寫A Theory of Justice 公益論或者翻成正義論的 John Rawls 勞爾斯教授 被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 你想一個研究中國文學 比較文學人 能夠繼承哈佛大學最重要的講座教授 可見他的貢獻不只是在中國文化領域 甚至受到其他學科的肯定 我就是做做一個小小的補助 謝謝 謝謝 葛威兄你要不要也做一點補充 我很願意在為語文所安教授的成就 多做一些描述 那麼同時我自己也應該說是語有容焉 因為他是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 那麼語文所安教授呢 從1972年開始呢 先是在耶魯大學任教 從1982年開始呢 在哈佛大學任教 在今年的四月退休 所以在漫長的45年的學術生涯裡面呢 他基本上呢 是以詩歌研究 執名世界 那麼不只是在歐美的漢學圈 東亞的漢學圈 在台灣以及中國大陸呢 我想他的知名度都應該是首屈一指的 那麼尤其是他在唐詩研究方面 我想在座的我們呢 對於中國的詩歌可能約略都有所了解 但是我相信很少有學者或者是詩歌的同好呢 能夠從中國古典的詩經 一直到20世紀初的王國維 做出這麼樣精緻細膩 而且實時有精彩發現的這一種學問 那麼宇文索安呢 在唐詩研究方面呢 基本上是概括了唐朝出聖中晚 四個主要時期的 所有的重要以及次要的詩人 那麼他閱讀數以萬計的詩歌 那麼從中間呢發展出他自己的 非常精緻的關於中國詩歌以及詩學的 這個不同的一種見解 我想他的這些見解呢 早就已經得到了中國大陸 以及台灣學界的一致的讚美 那麼除此之外呢 宇文索安教授其實是一個有詩才的 有一個詩人氣質的一位學者 那麼他的文字非常的優美 那麼所以有一些比較短一點的著作呢 早已經是家喻戶曉 任何在文學領域裡面呢 做研究的青年學者呢 往往是以宇文索安的著作呢 作為入門書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廣義的學術成就裡呢 那麼他基本上重新的提醒我們 對於詩以及詩歌呢 在中國古典的文明裡的重要性 那麼詩呢不只是一種文學的 文類而已 詩呢也正是中國的文化交流裡面 最重要的一種生活的實踐 一種看待世界的方法 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互交聯的 相互的互動的一種最重要的媒介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呢 他再次提醒了古典的中國 和現代中國之間的聯繫性 以及他們之間的斷裂性 那麼他對於中國文明以及文化的 傳統的觀察呢 是經過對於文學這樣一個 遠遠流長的一種生活 以及這個看待世界的方式 以及形式呢來達成的 所以這一點呢我一直覺得呢 即使作為一個有中國或是廣義的 華人背景的這個學者來講 我們都對於語文所安的成就呢 給予最大的重視 那麼以及最大的喝彩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剛才也強調了 語文所安教授呢 那麼不只是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的太陡 那麼同時呢他在哈佛大學呢 也擔任比較文學方面的重要的職位 那麼他的比較文學方面的發現 以及他各種各樣的洞見呢 讓他能夠把中國文學呢 放在一個世界文學的脈絡裡面 讓西方歐美的學者呢 那麼對於東方 尤其是東亞中國這一塊的重要性呢 有最深刻的認識 所以在這一方面呢 語文所安的各種各樣的書籍的呈現呢 那麼就不需要在此多言 那麼最後呢要特別提出來 語文所安教授呢 那麼成績了這個西方漢學研究的一個特色 不只是在文本以及史料的書裡上呢 有他自己的特別的獨到的見解 同時呢他在理論的發明上 他在各種的中國傳統詩學的詮釋上呢 也有他個人的一家之言 所以這一點呢 充分顯現了西方的漢學界 尤其是英美漢學界呢 那麼在古典方面的一個重要的傳統 所以再一次的我在這裡呢 覺得語文所安得到這一次的唐獎的肯定呢 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那麼在西方的這個文學 尤其是漢學及理教文學方面呢 我想對於語文教授的肯定呢 那麼早就是已經有定論了 那麼這一次呢 在台灣由唐獎對他的成就 再一次做出肯定 我想他個人也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驕傲以及欣喜 那麼他和台灣的關係呢 非常的深厚 那麼他的這個中文的名字 語文所安呢 他自己說他是一個胡人 所以他選擇了一個胡人的名字 但是這個胡人的語文所安的這個名字呢 其實是有典故的 那麼台灣大學的柯慶明教授呢 做了最好的詮釋 就是語文呢 宇宙文章 所安查其所安 所以他一方面有這個和天地 這個互相的這個共鳴的這樣一種龐大的視野 那麼同時呢 也能夠自己安頓在他的英美的學界的一個位置上 好好的對漢學做出更精緻更優遠的貢獻 謝謝 黃副院長他還要做一點介紹 來是不是 就是剛才露了 我剛才提到這個施波異性的中國都市史 那裡面一個跟我們這個在地很有牽連的就是 他整個有一張 那個全部是討論台南 所以他對台灣很熟悉 那台南這一張也寫得特別有見解很有趣這樣 所以這裡面也跟我有些連結性這樣 那謝謝大家 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翻譯 謝謝 好謝謝 我自己是做公共建設土木工程 大家都知道基礎建設是火車頭工業 那這個其實應該就是從這些研究來的 你看他做的就是這些公共建設的問題 城市史的問題 然後帶動經濟的發展 不管是這個河川的治理 或者是這個運輸交通路 港灣等等都市的發展 那我們就是從他們這些歷史學家 裡面過去怎麼發展 來去彰顯給他們的貢獻 那我們今天也請我們的同仁 把這些書搬過來給大家看 那這個 這邊是Shippa他的著作 但是剛剛已經介紹 他是每一本都是非常經典 那這個是Owen他所著作的書 那這個是杜甫的嘛 是不是 所有杜甫的詩 詩集 完全都做翻譯 還是事先你來介紹 對 那這些都是他的著作 而且所有這些詩的等等 全部都在網站上 對不對 完全對世界公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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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 當然我們今天 我們同仁也各位 為各位準備了其中的一首詩 或許大家比較熟 是李清照的聲聲曼 那這個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 還有一個是杜甫的真衛八處四 大家也可以來這個了解 好那接著我們就開放各位的Q&A 那來好張張院長 來 中央的當中長 那個比較 對四波先生比較了解的 那個 因為我是看到你們 這個release的最後一句 說他的研究 對當前變動中全球化 市局 可以留下一條應對之道 因為我 聽各位那個背景介紹的時候 因為他說為了解宋代 他從唐代 凡政的時代開始 所以那些infrastructure 到了宋代 終於比較fully developed 所以呢 他對宋代經濟社會史的描述 一直 剛才我也想請我們日文的同仁 就是說 能不能直接請教他 就是說 對當軍社會 就是說 因為你說 應對之道 因為經濟政策 其實不是經濟學校這個 就像 那個陳志勤長 您是工程專家 可是工程的預算 可惜 您沒有權利 就是說 當然有advice的權利了 可是沒有真正的allocate的權利 經濟政策也是政客們在做 尤其20世紀 所以才會有 這麼大的 那個 衝突嘛 所以我不曉得說 那個根據各位 對四波先生的了解 他對 這麼 全球化 這麼激烈變動 資本 勞力 版權 尤其 你看當軍這樣子 美中兩大 經濟體要 就是為了 利益 這兩個字 要 震撼全球的經濟的時候 到底說 從宋代 是不是比較穩定一點 就是說 給當軍世界 有沒有一個比較 確切的 一個suggestion 這個問題其實應該是要問他 要直接問他 這邊的貴賓 有沒有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被指明說 我就先回答 反正在四波先生來的時候 各位可以當面跟他請教 我當然不能代替他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先來講兩個事 第一個是就是說全球化的部分 第二個是 能不能從一個歷史研究結果得到教訓 我先講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很容易回答 因為愛因斯坦已經回答了 他說有兩件事情是無限的 這個我絕對相信 我相信有兩件事情是無限的 一件事情是宇宙的範圍是無限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人類的愚蠢也是無限的 宇宙的無限的我肯定 宇宙是不是無限我肯定 但人類愚蠢呢 宇宙是不是無限我不太確定 但人類愚蠢這個我絕對肯定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那個我們從過去發生過的經驗 來能夠提煉出來的一個正確的方向 因為決定一個社會運作的 其實是主要的社會的支配者 就是政治人物 而政治人物通常不是從最合理的方向去思考問題 而是從對他自己或他的黨派有利的方向去思考問題 這是愛因斯坦所說的 為什麼我們的戰爭會一再地重演 為什麼不幸會一再發生 因為人類的愚蠢是沒有極限的 所以當我們說從他的研究裡面 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貢獻的時候 一些思考的時候 是給我們一般的人去想問題 而不見得會被拿來解決問題 這也就是說很可惜 我們可能找到一點一盞明燈 但是我們把它吹息 這是一般我們的 但是社會就是這樣在進行的 所以我們講第一個問題就講全球化 我們現在講全球化是講最近500年 因為東西互動加劇而漸漸的到了1995年 我常說當Window 95出來之後 整個社會全球化就完成了 因為大家都在一秒鐘之內完成了通訊 那這個改變是非常非常的大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已經意識到 但是它絕對是跟1995年以前的歷史不一樣 但是在中國來講 中國整個歷史的發展 宋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 或者說唐末安時之萬以後 到宋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 我們在學術界有一個名詞 叫做唐宋變革 那當然它有制度上面 有政治、制度等等各方面 但社會經濟方面的改變最大 如果你去看整個中國歷史 人口的一個變化的一個趨勢 從遠古時代到安史之亂 就唐代末期 公元755年的時候 那個人口是它只有波動沒有成長 宋代以後它的人口有波動 但是它一直是往上增加的 所以宋代人口大概不到一億 但是到了鴉片戰戰的時候 中國已經有四億多人口 現在不用說是幾億 這人口是成長的 人口成長就是大家有飯吃 大家有飯吃就是它第一個 它有一個生產能力的增加 另外有一個行銷或者分配 這些生產結果的能力增加 因為一個地方豐壽 一個地方荒災 荒災的地方人死光了 那你豐壽的地方人 每個人肚子就那麼大 也不能消費更多 所以為什麼師波先生從宋代商業史入手 就是說在日本的學術傳統裡面 從他的老師周仁吉思 或者他的太老師家騰帆開始 他們就發現就是說 整個唐代末期五代跟宋代以後的歷史發展 特別是城市跟市場制度 以及市場的自由化等等這些現象 還有因為經濟發展所帶動的庶民地位 庶民生活的提升 這個都在師波先生的研究裡面揭露出來 他當然不是都是他所創的見解 但是他完成了整個完整性的一個描述 對於整個學術界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在歷經就是說那個宋代這變革以後 另一次重要的變化就是明末清初的這個歐洲人 開始東來所帶動的後期的全球化的這個現象 我們在1995年以後 在通訊上面實質上 除了受到網路管制的國家或地區以外 其實它達到相當程度的全球化了 它還有物質方面 它還有人員方面的交流的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也是看各個國家各備情形來講 不過很多地方也都完全自由來往的 那這樣一個發展下去 結果會如何 我們無法預測 我們只能就是說 為什麼 因為決定者還是在支配者的那一方 就是說擁有那個主要決定權的那一部分的人裡面 不過無論如何 它會順著這樣的一個方向走 而不會反過來的 所以當你看到現在 你可以從施波先生的研究 或者其他相關歷史學者的研究裡面 你去看到過去發生過怎樣一個事情 而未來如果發生A狀況 我們可能有哪一些選擇處理的機會 B狀況有哪一些選擇處理的機會 這些東西是我們廣義來講 所以我們說施波先生 他對於當代 他的研究對於當代的事物 也有幫助我們思考的作用 這一點來講是因為 呼應著整個人類長時間發展來講 他抓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幾個重要的環節 那這一點來講值得我們注意的 謝謝 謝謝陳教授 好 接著來我們看看哪一位有問題要請教 何主任 聯合報記者 聯合報記者何定兆 那想請教就是 剛剛提到宇文索安教授 他在唐詩上有系統 做出了率先的系統性的見解 想請教他這樣的一個見解 是已經超脫了像是一般我們 包括中華曾經做過的各種研究 然後由於他的背景 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見解 請評審談一下 謝謝 謝謝 我想我們對於唐詩 基本上大概從我們的國民教育開始 多少都有一些訓練和心得 那麼我們大概都會講到 李白杜甫 王偉等等 所以這是我們的所謂的對於詩 尤其是唐詩一個大傳統的認識 但是對於宇文索安教授來講 這個所謂的詩呢 不應該只是我們在課堂裡 或者少數的這樣的文化的社交場合 所沿用的一種文類 那麼對於他來講呢 他一再地提醒我們在 至少是在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 這個漫長的中國文明的發展裡面 詩歌其實就是回應剛才陳國棟教授所說的 那個可能是唐朝的Windows95 就是說你需要一個互通的 一個互通有無的一個資訊系統 一個駒馬 一個聯繫的一個網絡 而你進入到一個所謂文明的圈子 或是體系的時候 你能不能做詩 你能不能欣賞詩 你能不能用詩歌來表達你對於 生活事物的各種關懷 這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詩今史 就像我們今天能不能操作電腦 最基本的城市的一種理解一樣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講呢 那麼他對於這個中國 尤其是中國以前文化 從詩今到唐朝的 這樣一個廣義的詩的文化的演變呢 就不再是我們今天定義裡的文學的 文類的這樣一個了解而已 所以詩呢是成為中國的古典文明的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編碼的系統 這樣說 那麼所以不只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王維 李白或杜甫 其實這些都是後世的文學家 文選家 那麼回看唐代的詩歌成就時候 用所謂的這種文學的 一種特別精緻的眼光 所提煉出來的少數的詩人而已 那宇文索安所關心的是 唐代帝國整個的這樣一個漫長的流程裡面 詩是怎麼樣那麼在中上層知識分子的 就所謂文化層的這樣的一個脈動裡面 不斷地流轉 它是一個知識譜系的一個結晶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它等於是 重新改寫了我們對於唐詩的理解 它把唐詩看作是中古 以及中古以前的文明的最高的一個結晶 而唐詩之後不再有唐詩呢 也同時呼應了剛才陳教授所說的 這個斯波異性教授把宋代當作是 現代文明的開端的 它那個接準點 就從唐到宋的這樣的一個大的轉折呢 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哪一個文類 或是哪一個經濟或是城市史的一個變動而已 整個的世界 如果中國是一個世界的話 整個的世界在這兩個 歷史的段落裡發生了絕大的變化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呢 那麼詩的研究就不再是我們今天 這個大學裡面的中文系的 那個對詩的理解而已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細緻的 對文明的一個重新的 一個回顧以及評價 我可以再補充一點的 就是剛才陳執行長和黃副院長所提到的 這個杜甫詩的權益本呢 那麼這個工作呢 是宇文索安教授 用將近十年的時間 那麼自己獨立完成的 這個杜甫全部的詩歌 將近大概一千四百首 全部重新翻譯註解 而且更重要的呢 是因為得到了 Andrew Mellon Foundation的資助呢 是他以個人的這樣一個 這個學術的榮譽呢 貫注到公共對於中國文學文化 認識的這樣一個領域裡 所以這個杜甫詩的權益呢 現在是完全是在網上 任何在座的同仁呢 都可以自己看到這個杜甫詩的翻譯 那麼這個翻譯的工程呢 不是只是把一首詩 從中文翻譯到英文而已 那麼更像是我剛才所說的呢 他認為杜甫代表了唐代詩的文化的 一個最高的表現 也代表了中古文明的一個最高的表現 所以翻譯杜甫詩歌呢 是以一個洋人的漢學學者 一人之力 來與一個中古的一個詩人之間的對話 而這個對話呢 也涉及到當代的西方漢學界 回看中國文化以及文明最燦爛的時候 他在文字上的結晶 而這個文字上的結晶呢 今天因為這個整個的世界資訊的便利呢 現在是我們在座所有人都能夠親自 那麼上到網上可以看到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既有古典文學訓練和體驗的學者 同時又對於現代文明以及資訊的發展呢 有這麼樣敏銳的一種體會和實踐呢 我覺得這是宇文索安教授呢 在漢學就是傳統漢學之外呢 他一個個人非常獨特的一個成就 謝謝 好 因為世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只能再接受一兩個短的問題 不知道哪一位 要利用這個很珍貴的時間來請教 好 來一個短的 因為就是看那個我們的資料當中 世波先生的對那個宋朝 他的印譯本的樣子 有時候拼成SONG 有時候拼成SUNG 我們的核稿顧問也覺得 可是我說他的書名是這樣子 因為我知道是那個時代的問題 那個像那個 那個 陳老師 您的拼音 您給我的時候是CH-EN 非常的Meticulate 非常的準 可是現在我們台灣的拼音 一國多字 一島多字 那個怎麼樣子跟世界連結 就是說各位在研究的時候 光我們漢字 我想那個宇文教授是用 現在用拼音的system 所以 那這樣子 各位 因為都是Top Researcher 應該是給我們國家 至少我們漢字 的 Romanization 是不是可以 比較一個好的一個建議 謝謝 我們在台灣 我們在台灣 因為這些年來 我們大部分 特別像在台北等等 大概都採用拼音系統 所以我們的那個 但是大家都知道 拼音系統之前有一套 比如說公共設施 用一套很奇怪的拼法 比如細紙的那個紙 變成ZRH還是GRH 完全無法發音的字 那是那個時候 有位陳市長在做的 那整個台灣的歷史來講 就是說漢字的拼音 教育部雖然公佈過 國語羅馬字第一次、第二次等等 但是因為它都沒有強制執行 所以大家都隨意 不過在漢學界它其實只有兩套 一套就是你剛才講的 當拼陳的時候 在CH後面要上加一撇在EN的 這個叫威陀瑪式 因為CH送氣跟不送氣的時候 送氣唸作期 不送氣唸作那個G 所以它是有標準的 但是這樣的東西就是因為 像比如說你申請中華民國的護照 那外交部一定跟你說 我無法幫你打那個一撇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打那個一撇 所以我在護照上就沒有那一撇 所以雖然我們用的標準是威陀瑪式的 因為大概1980年代到90年代 是一個轉變的時間 80年代以前全世界都用威陀瑪式 只有中國大陸用拼音室 90年代以後全世界都用拼音室 就沒有人用威陀瑪式 所以你要看施波羅書在1970年出版 所以當然用的是威陀瑪式 那80年代是整個大家陸續採用的一個時間 那台灣當然是到了90年代末才採用 拼音室當然有我們自己的其他的考量 那無論如何就不管說你是哪一套 只要你標準的話你的困擾就沒那麼多 你不標準的話那真的是像你看到一個名字 如果你標準的話它其實跟波波摩波是直接對應的 所以你還原成為漢字的讀音就很容易 雖然書寫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可是因為我們一直基於各種原因 大家都不標準的話 就是說每個人各行其事 尤其是當不遵守任何體系的 Wedger system或者是拼音system的人 他們自己用自己的理解來拼它名字 所以我看過非常多同樣一個姓陳 陳已經是最簡單的姓了對不對 那可是它都有三四種的拼法 再加上陳在那個華僑世界 比如說越南它拼成TAN 對不對 那閩南話拼成TAN等等 有種種的拼法 結果大家都是一家人 應該說五百年前是一家人 但是其實完全那個拼法都不一樣 這沒辦法 所以要有一個制度讓它能夠標準化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能做的事情 我知道有這個困擾 以前我們還有一個叫國立編譯館的時代 它也曾經想把一些翻譯的名字標準化過 也都沒有 在文化方面這一點我們做得有點不太好 這點法國比較有做得比較好 他們在各種就是知識性文化性的東西 為了讓大家便宜溝通而做的一字化工作 做得非常好 這點法國的文化 其實是一個很關鍵 這點法國的文化 那可是你說如果要 要能夠跟那個國公公部對應的話 你說拼音比較不對應還是不對應 兩個的對應其實是一樣的 都一樣的 對 那個我們有很容易找到這樣的對照表 比如在徐中約的中國近代的興起那本書 他就有負責拼音跟那個 為了叫做兩種拼法的對照 完全呼應的 然後我們用任何一種都可以直接跟 波波摸摸摸對應過來 所以那個一點困難都沒有 當然只有四聲的問題 四聲的問題那個是 其實四聲也有人標示 標示一二三四五那個樣子在上面 不過因為那麻煩 那標出來你也不一定念得到 說對於某一些非母語的人來講 不過至少他的那個音準就準確了很多 好 當然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各位看到陳研究員 他的陳是CHEN 我的陳是CHERN 但這個不要怪我 這是台大給我的畢業證書 就是用這個 所以我申請護照 然後後面的著作一聲 我就只好用CHERN 好 我們今天這個非常感謝三位專家 還有李教授 各位先進的參與 那我們非常高興的是這兩位大師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真的是頂尖 在這個漢邪 在這個世界上非常受到尊重 而且是真的是很傑出的這兩位專家 他們會在九夜唐蔣州來到台北 那除了這個有得獎人的演講以外 那在那個師範大學 這個宜文教授有一個大師論壇 然後這個師波教授也要再回到台南 在成功大學也會有一個大師這個論壇 那能夠跟大家互動 那有些問題後期那個時候再跟他請教 那這個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陳正川執行長 以及台上的三位貴賓 也謝謝媒體朋友的提問 各位來賓 我們今天唐獎得獎人公佈記者會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明天的同一時間 我們會公佈的是第三屆法治獎的得主 2018年唐獎頒獎典禮 將會在9月21號在國父紀念館舉行 也歡迎大家和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謝謝 餐獎